你第二任妻子比你小吗 小点 小多少 小十岁八岁的 十岁八岁 就在你的概念当中 十岁八岁不算小 差个六七岁很正常 那你现在如果找同龄的能接受吗 那有缘分就是一样 我觉得叔叔吧 你不止小十岁八岁吧 之前那个第二任妻子 是吧小很多是吧 他心高他要找五十几岁 他要找年轻的 他年轻还得漂亮 还得描述 他应该小口一点点不要 叔叔他其实是有转变的 你别不承认 你原来就想找小的 结果吃了一个亏 这个亏可能给他整得还挺疼 所以你现在变了 但是你知道不叔叔 你来过爱的选择这几次 我就这么给你看这个数据 我们爱的选择 无论是相中你嘉宾打电话的 还是说现场的观众 都质疑您 不相信你有观念的转变 还是相信你内心还是愿意找小的 不找小的差几岁很正常 那你为啥不牵手成功啊 好多也是差几岁 所以现在不是我呀叔 好多人相中你 但是现在不相信你 缘分没到 还是缘分 你看老这个就是缘分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比您接受多大的年龄差 上下差个五六岁的 五六岁的就可以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 那是台上的行为 台上一个客气话 对 别说上下差 也就是下差六岁呗 比你小六岁的 对小五六岁的 那我阿姨和你好像是同岁 比我大一岁 我还比大一岁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只有男士想找比自己小的 女士是一点这样的想法都没有吗 你有没有想找过比自己小的 上下小也很重要 小我上岁两岁也可以 是 大个上岁五岁的都可以 对对 就是你对 我不是绝对的 就是你对于比你小的并不排斥是吧 对 我想问一下咱们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如果就女嘉宾 您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是比你小的绝对不选吗 我是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来吧说说你的想法 你好主持人 我不想找是那个批我小的 为什么 因为不成熟 不成熟 都多大岁数了 大的那个心态能稳定一点 完了能自冷自热对女人 这不是不是人家岁数小不成熟的问题 是他就觉得你小你就不成熟 对 他给人定义了 各个有的没有各个样的 或者是说 我约这一点 或者会不会对方比他小 他总觉得 哎呀他比我小我让着他吧 他是我弟弟是不是 不是那样的 这是他自本心态没摆正 来咱看其他女嘉宾怎么想 我也不喜欢找的是小的 为啥 你这两岁能接受 五岁以上就接受不了 为什么 见着比我年轻漂亮的 他就是大他变心 我也想找一个比我大个四五岁的那儿的 我也是处于找一个大一点有安全感吧 岁数小的 男人嘛 心中都要找一个年轻一点的 哦 所以说你会觉得你找个大一点 你在他面前就有优势了 对吧 有这种感觉吧 如果有一个比你小的男士很喜欢你 就是对你非常的好 您会同意吗 那也不想找 不想找 那也不想找 会拒绝他 不想找 那他真的喜欢你 能担心的是什么呢 真正喜欢也不想找 找一个还是大一点的比较好 安全 本分过日的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士 即使他非常喜欢你 你觉得在家里心态不能平衡 是吧 对 就总觉得 哎妈呀 压力好大呀 他比我小那么多 是这样吗 是 是这样 好的来 谢谢我们秘诗里的几位女嘉宾 女嘉宾有听听你的想法 小几岁没关系 小两三岁 您是可以接受的 对可以 没关系 但是对于比如说 男士找了比自己小十岁的 你觉得这也算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对 就对于男士来讲也不正常 不正常 你认为男士则偶应该 选择比他大的比他小 小的吧 为啥呢 不是一个通灵念的 生活不到一起 想法什么都不一样 靠不住 那样生活起来 得过日子 对吧 你觉得差十岁 他们俩的生活轨迹 对 年龄 对 想法 都不一样 都不在一个鬼上 对 最后的结果 现在不能走到最后 中间 对 就男嘉宾你也是挺认同的 你也认同这种想法 不能差太悬殊 太圆滑 因为在女士希望在婚姻生活当中 她有一种依赖 有一种依靠 希望男人是个顶梁柱 希望她永远是在面前 是一个小的可以撒娇的那么一个人 所以她希望在年龄层次上能够大一些 但是我想如果在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如果真的要是大了她那么多的话 你可能你的身体 你的生理和你的各个方面 可能就会反差很大 而且一般来说 女士的寿命和身体状况 可能整体来说要更好一些 为啥就是男人普遍找的女士都比自己小 女人找的男士 自己老公都比自己大 刚才几位阿姨说完之后 我发现了 就拿爱的选择 尤其找第二次婚姻和第三次婚姻 同样的想法 到以这个年龄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就感觉阿姨们 她们好像普遍是没有安全感 其实她再喜欢比她年龄小的 她们不愿意赌 不愿意冒险 比起后半生长久的幸福 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但是男人往往就愿意冒风险 尤其像叔叔这样 我就觉得我怎么瞅你现在 你要遇到一个好看的 年龄比你小的 你还愿意冒这个风险 生理结构不一样 现在为啥 那个跳广场舞全女的 老头都走了 不走在家 不是偏她 那都是 所以这个女的比有长寿 对 男的嘛 生理有极限 她一般 你看咱们一起 说说那人 喝点酒唱歌 说啪 倒台就走了 比我小一睡 就是男的特别脆弱 对 有科学依据 这个说法有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让大家看待事物 或者是很多事物 给她的一个触动 也不一样 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也许咱们男嘉宾 昨天还是一个想法 突然遇到一件事之后 就改变了自己想法 也说不定 来吧 咱们女嘉宾分析问题 以及分析感情 可以说是头头是道 那咱们也看看 她的感情进行 好